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唯有当年的蜀山派例外 魔教之乱后 蜀山封山结印 自那时起 御剑术便几乎成了传说了 我觉得前辈这块骑石 应该比御剑术厉害多了 这是家师所传之物 是那位背不出书 就画花脸的师父吗 前辈的师父 好像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是啊 初见面时我上不到十岁 在湖边见到师父和师娘 在云来石上下来 还以为是见到了神仙 他们教授了我很多东西 可惜几年后 师父师娘便离开了 临别时 赠了这云来石给我 此后再无影响 师父 你倒不够了 不够 叫大家过来吧 顾书 你叫我们来看什么 这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什么 此乃全眼无垢的入口 全眼无垢 世间众生分为神 仙 人 鬼 妖 魔 六族 分居于六界 其中神人 鬼魔四族 各聚一近 而仙妖两界 是为天地间 众多动天伏地的统称 气氢为仙 气卓 则为妖 这跟这个大水球 有什么关系 相传盘古大神创世 身躯化为六界山河 血脉 则化为天地灵脉 其中蕴含世上 最纯粹的灵力 灵脉之中 有九处灵力 集圣之地 名为九泉 分处六界 这无垢 便是其中之一 六界 我还多少听说过一些 这什么灵脉 九泉 我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上古之时 神农发现九泉 灵脉之后 担心各族 寄予其中能量 引发灾难 便密而不宣 千年后 各族因私语 而争端不断 最终演变成 祸及六界的大战 神农为防 九泉遭受波及 更将其入口封印 那前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还有你手上的镯子是 神农取天地灵物为以 制成九个药环 可以其开启封印 进入全脉 并将药环授予九名守护者 命其守护九泉 这么说 那您的祖上 一定就是守护者之一了 九泉药环并非世代相传 而是由上任守护者 传于自己选中的继人者 若守护未交出药环便死去 则药环会变为普通守环一般 直至遇见下一名有缘之人 不过 神农已是尚古传说 九泉守护之事 已早已淹没无闻 如无垢这般 仍旧有人守护 恐怕才是一事吧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守护 那 九泉是哪九泉啊 雾魂 无垢 春姿 毒账 热海 赵胆 龙潭 寒水 盐波 此为九泉 热海 热海 赵颜问过我这个 可是我答应过他 今朝不问 就不说的 看来 前辈说的三年前的骑士 跟九泉有关了 正是 原来全眼是这般景象 我虽有耳闻 亲眼目睹 却还是头一张 九泉形态各异 全眼也各不相同 非人能想象 随我来吧 这是哪里啊 安静的 让人有些心里发慌啊 此处 此处临近鬼界 难免鬼气森染 鬼 鬼 鬼界 只是临近罢了 此地名为望尘环 而此路尽头 便是全眼寒水 我们进入的全眼 不是叫无垢吗 全脉相连 我们既有无垢药环 便可由无垢 进入全脉 继而前往其他全眼 全眼各有位数 若不持有相应药环 便接近全眼 或许会被位数攻击 你们可要小心 顾叔 你不一起去吗 这算是前辈的考验吗 那要是我们能到达寒水 前辈就要说出 三年前的那点骑事 到底是什么 那我就当前辈默认了 我们一言为定 骑 走了 其实 这只是对金昭他们的考验 没有我的事吧 可是 哎呀 金昭 小月 等我 不错的孩子啊 莽撞 秀儿 你也去 师父 贤卿会陪你去 我就知道 韩江兄真是物尽其用 有你与他们同去 我方可放心 我三生不幸 二十年前被你所救 这人情不知要还到何时 当年你将半生修为送于他人 险些被仇敌所杀 幸好我偶然遇见 耗费许多丹药才将你救回 不多使唤你一下 岂不是白费我那些灵药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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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